欢迎收看可乐都是传人系列第21集 边境之地的红石恶魔 注意看眼前的男孩正在和这片土地谈恋爱 原因竟是一群狗 他兴奋的跑去告诉年仅只有8岁的妈妈 妈妈却告诉他 这件事情等你长大了再说 一转眼男孩就长成了男人 而他和大地的恋爱也进行了非常顺利 就在男人要找母亲索摇彩礼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一道巨大的裂缝突然出现 而母亲不幸的掉落其中 梦冰的男人一脸梦冰 看着隔壁王叔叔悲痛欲绝的样子 男人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 可离开了部落的男人 在野外面临了巨大的困难 他从小就在母亲的帮助下 过上了依赖身手的好日子 面对突如其来的独立生存 他连棵树都落不动 所有可是被僵尸追杀 经过两年半的锻炼 男人的战斗技能突飞母亲 他过上了吃不肉的快乐生活 男人跑了一路 最终来到了一处荒芜人厌的地方 这时他的大地女友 突然告诉他自己要送他一份礼物 原来是红石 男人立刻迷上了这种矿物 是科技的开始 接下来的几年 男人疯狂地建造红石泄露 直到一个巨大的电路出现 当他启动这个巨大的红石装置之后 地面瞬间开始颤抖 一片怪异的地形 缓慢升起 从此这里就被叫做边境之地 好了 那以上就是故事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记得点个关注点个转发 如果你也有都市传说 可以投稿到可乐都市传说的邮箱 一起下一次登场的故事主角就是你啦